一開始來看這個重磅併購是今天 就在今天Uber宣布以9.5億的美元 折合台幣308億 現今併購Fu Panda的台灣業務 從此死敵一家親啦 這將是國內半導體業之外 金額最大的一筆併購案 我們比較好奇的是為什麼 自己都是外送霸主的Fu Panda 要把自己賣給Uber呢 怎麼解讀 更重要的影響是 當Uber從此外送一桶江湖之後 對於點餐的送餐的 還有賣餐的會是好事嗎 君先生我們都知道 包括Uber Eats跟Fu Panda 這兩大巨頭 在我們台灣的平台市場 其實向來已經交戰多年 沒有想到這一場戰爭 即將劃下句點 有就是由Uber Eats的部分 一桶江山 您聽到剛提到 以9.5億美金 決定要來併購 Fu Panda的母公司 Delivery Hero 那到底出了什麼事情呢 我們都知道 其實在台灣 大街小巷看到比較多的 反而是Fu Panda 那Uber Eats感覺上 不是使用率 各方面都比不上Uber Eats嗎 比不上Fu Panda嗎 那為什麼會導致這樣的結果呢 其實最重要的關係就是 母公司也就是Fu Panda 母公司Delivery Hero 自己本身盈獄虧損 不得不把他旗下的經濟母 也就是台灣這個部分的Fu Panda 給賣掉來籌除現金 好 我們才在好奇說 哪有老大在賣給老二的 DOMA是老大去病老二 換句話說 實在因為母公司 他最後也救不了 在台灣的這次經濟母 給他賣了 問題是 他賣了到底是Uber Fu Panda的什麼 你要知道 今天這個最轟動江湖的 轟動武林的就是 它是半導體業之外 最大的一筆的併購案 對 最近像我跟你講 你剛剛講到一個重點 其實呢 如果我本身是Uber E 我是老大 我老二 你老大等 我剛好你 我幹嘛一定要出錢 把你給併下來 所以最重要一件事情 是因為他併下來之後 剛好Uber E 可以節償不斷 本身他自己長處 就是都主要是在北部這邊 看起來的一個市佔率 比較高 使用率比較高 但是在偏鄉地方 市上是Fu Panda的一個天下 那Uber E的其實佈局 相對來講比較少 也因為這樣的情況 他心裡想說我用9.5億美金 把你這邊給吃下來 可以說是我把我的觸角 拓展到幾乎台灣100%的地方 你知道嗎 那個Fu Panda 他台灣整個22縣市裡面 他除了連江之外 其他幾乎都有據點 都有 可以看到他的綜藝 所以你就知道 這就是Uber E他所圖的 他所圖的就是 今天與其我自己去擴展 我還不如透過併購的方式 把我的觸角遍布全台 事實上很有趣 有網友曾經在貼過一個照片 在海拔2800公尺的 泰魯閣國家公園的 這一個 你們有看到 照片的這個地方 既然有Fu Panda的外送機車 你說有了 定了不對 給你電車的是人 還是什麼 還是無形 這怎麼可能半夜會有在那裡呢 後來搞老闆聽說 沒啦 沒啦 那是人的自己本身 司機開上去出去玩 騎車騎上去玩 那你想到說由此可見 這個Fu Panda的負級率真的很高 第二件事情 大家也在討論 為什麼感覺上Uber E的 就很多外送員講說 哎呀 我都其實有等待都等不到 我就看那個Fu Panda的那個 他們很多人就排隊 而且很多單都接不完 那到底為什麼 其實你就知道 Fu Panda在某一種程度上 它是相對來講制軍比較嚴謹 怎麼嚴謹呢 就是他們一定要穿制服 而且他不可以 就是說你今天沒事情 你突然要跳進來 沒有 你要排班 你要有確定 公司有排你 或者是你有確定 有取得相關的資格 你才可以進行相關的接單服務 但是呢 在這個部分 Uber E就比較隨興 Uber E就是說 我可能兼差的比較多啦 我可能今天 昨天沒做 今天做 然後今天上午沒做 下午做 你只要有時間 你想接 你就隨時都可以接 所以這種兩個情況 不一樣的情況之下 Fu Panda某一種程度上 事實上它的至軍嚴謹 這也就是為什麼 它在台灣某一種程度發展的 相對來講比較好 一般來講 企業跟企業的併購 我們拿來節目當中說 大概很多人講說 大家看老子就遵守了 沒有 今天討論的這一起併購 Uber E去併Fu Panda 多少人包含你跟我 我們是非常強烈的 切勁性因為我們用得到 但是非常不幸的是 我們要來告訴大家 從做餐的 送餐的 點餐的 三方一致哀嘆都不看好 為什麼 最重要一件事情是我們剛剛提到 本來市場有兩大的這個業者 兩大業者其實為了彼此競爭 常常會有一些消價 就是說我提供更好的服務 但是我價錢不漲的情況之下 可以讓消費者減便宜 或者是說他在勞工福利上 弄得比較好 然後讓吸收更多的人 願意來投入他們的行列 所以他就會有競爭 有競爭才會有進步的空間 今天如果真的是Uber Eats 在一統天下的情況之下的話 再化給 這樣就他們說了算了 就他們說了算 整個市場機制就由他們算了 所以這個併購案 會不會導致台灣 變成一個壟斷的問題 其實這要經過公平會的審議 所以這個案子 雖然在國外這個部分 是宣布了 台灣市場 台灣的主管機關 買不買單 其實還有後代的要觀察 那當然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我們剛剛有提到 負販單在全台灣的一個使用率 高達73% 其實是遙遙領先 Uber Eats 57%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 一個很有趣的 這一兩年 廣告上 你都可以看到Uber Eats Uber Eats的時候 什麼都有 可能點不到什麼什麼的 但是你就知道 光看廣告 你看到什麼 看到母公司口袋之聲 這就是後白有富爸爸 還是窮爸爸的差別 就你永遠不知道在那個 這個他的袋子裡面 會撈出什麼東西 沒有什麼送不到的 對 就是他的那個廣告鋪天 蓋在Uber Eats的 而且他請到都是 非常非常非常大牌的 所以你從這裡可見 其實講一句實在話 這個Uber 福片大在台灣這個部分 要被Uber Eats 第二名給併掉 不是因為他們做得不好 而是因為母公司出現虧損 母公司虧得多大 你看他這個 Delivery Hero的市值 是2170億 相當於台幣 去年上半年竟然虧了 287億台幣 他們也因為這樣的關係 一度要考慮賣掉東南亞 給那個Crab 就是東南亞的那種 很多的那個 就是那個叫什麼 叫車的平台 就後來好像也是涉及到一些問題 後來也卡關 但是你就知道 這主要就是他們那個 Delivery Hero 這家母公司 本身債務虧損了 可能也是跟歐洲的景氣不好 有相關關係 所以現在就變成是 他母公司不行 不斷地把這個金雞母小雞亞 小金雞亞就開始賣掉 但現在賣掉了 其實就是要賣掉台灣這個部分 最後惠珍來告訴我們 就是你剛才一直在強調一件事 對 賀小龍載儀化 對 今天300億的這個合併案 如果最後政府同意通過了的話 那麼死敵一家親了 通通以後只有一家叫做UberEat 對 那這樣的情況之下 賀小載儀化 服務可能不見得會更好 反而可能更差 在中國大陸是不是有血淋淋的例子 就告訴我們 哇 塌山之石原來會走到這裡 是 事實上我們都知道 為什麼全世界各國 跟針對這個不同的產業 就算是不同的產業 也會有所謂的一個 就不可以壟斷的市場 為什麼不可以有壟斷這個條文 或不可以壟斷這個規定 主要就是怕說 到時候這個全部都是你一家在玩 等於是所有的遊戲規則都擬定 像中國的滴滴打車這個部分 就是這樣子 他原本就已經打敗了很多的轎車軟體 結果沒有想到 他還出手收購了中國的Uber 就是出手收購了Uber之後 就一收購完 馬上說漲價就漲價 那原本他們有很多補貼政策 消費者可以撿便宜 為了要跟競爭對手競爭 所以就是讓利給消費者 然後現在變成是一個 可以小宅一話 他自己制定遊戲規則的傾向 我要漲多少就漲多少 那到最後 毛出來誰身上 就出在消費者身上 所以就變成消費者反而蒙其害 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主管機關 或者是我們整個市場 都在關注這個外送平台 兩大平台超大的併購案 因為一旦併購案 一旦Uber一桶江山之後 恐怕受害的會是消費者 好秀琳我們看到真的併下去了 所以這件事情一旦變成了Uber大一桶 對於做餐的送餐的點餐的來講 會是好事嗎 一個產業如果發生了壟斷的狀況 特別是獨佔還不是寡佔 現在其實台灣的外送市場 基本上算是寡佔 就這兩家最大 Uber跟Foodpanda最大 已經算是寡佔 只有兩家只有大哥二哥了 根本你看不到後面的 這已經是他們有這一個 所謂的賣方定價權 就是說我要抽成多少 店家要被抽多少 這當然都是平台說了算 然後這些外送員 的福利薪資以及營運的方式 也是這個平台決定的 就是說你勞方你基本上要去有任何意見的 反彈跟表達的能力本來就很低了 那消費者更不用講了 我只能每天看著這個APP平台上面 怎麼昨天又比今天又比昨天貴了等等 所以呢這件事情 如果讓台灣的外送平台市場 從寡佔變成獨佔 而且通過政府的這個認可之後呢 那就是消費者以及這個店家 還有外送員的三叔 三叔的區域 每個人的權益 應該都會受到損害 所以為什麼這樣子的一個案子 基本上一看就覺得 要通過公平會的這一個同意 非常的困難 你覺得外在哪裡啊 因為你這個 我們剛剛已經說過了 這件事情是有統計的 就台灣外送平台 這個Uber跟Food Panda 加起來絕對超過90%以上 就是他們了 對那兩個人加起來 還把它併在一起 那就代表說我全台灣 就是這一家外送平台了 所有的定價都有他來決定 如果這樣子的案子 公平會還能夠讓他 他通過的話 你就會讓大家覺得說 這中間到底有沒有什麼 案盤的交易 因為這兩家都是外商 這個美商跟這個德商 那兩個外國公司在台灣要 產生一個壟斷市場的 這一個企業 那為什麼會通過 而且如果政府通過的話 如果公平會通過的話 你可能就會覺得 有很多的機密在裡面 不然怎麼會通過 之前的錢貴病好樂迪 病了七八年也沒辦法病成 後來終於病成了 那這中間當然有很多的過程 各種政治勢力的介入都有可能 那在Uber跟FuPanda上面 會不會看到 這一個現象 我覺得全民都要監督 包括在立法院裡頭 國會對於公平會的這個要求 假設最終 這公平會同意 也應該要訂很多的附加條款 比如說現在對店家的抽成 是百分之三十幾 那你就要規定他 不準超過多少 那你在店內用的價格 跟你外送的價格 中間如何的脫鉤去處理 那有關於這個外送員的權益的保障 假設我認為這個可能性 其實是非常非常低 假設最終 你覺得通過公平會審查的可能性極低 非常非常低 因為你基本上就是獨佔 他母公司的確是有非常嚴重的財務問題 但是這個資本家 企業家要解決自己的財務問題 如果把這些成本 外加給台灣的消費者店家 以及外送員的話 這個至少政府就應該把關 應該讓這樣子的交易案成立 今天投資人都在關注 台股陽帆 雙海起漲 哪雙海 我們今天就聚焦 紅海跟航海王 繼續帶頭衝 長榮今天公布第一季的財報 公布之前看到今日股價繼續公高 航海王起航了 我們該買船票跟著登船嗎 還有更多投資人關注的是 大象都飛天了 下午紅海法說 一人吳宜佩 忘了紅海股票 一放放十年一看 嚇歪了 居然漲了830% 有更多吳宜佩們 他們都在關注 紅海今天收漲172.5 下一步有望挑戰200塊的關卡嗎 航海王再度的一個洋帆 俊項哥嚇死人了 長榮海運 長榮海運大家印象中都是大牛股 結果各位一個禮拜的一個時間 從175塊 整整漲了40塊 公到215塊 黨黨都是吹腰風 我們再來看陽明 陽明好多人都嚇一跳 發生什麼事呢 4月底的時候 他的股價請各位聽好 那時候是50塊不到 短短的兩個禮拜的一個時間 各位今天已經公高到71.3塊了 這一波的一個速度 好多人看到航運股嚇壞了 那為什麼航運股沿路 都能夠這麼好呢 先跟各位談 其實這裡面是有故事的 俊項哥發生什麼事呢 航運的調整運價是在1月 4月 7月跟11月 據傳上個月要調整價格的時候 雙方是腥風血雨 差一點在桌上打得起來 打在哪裡談不攏 先跟各位說 這一波很多人都會說 怎麼會突然間 無風無雨倒大樹 航運會缺成這樣子呢 原來航運來到這個地方 吹三個腰風 哪三個腰風呢 我們先來看第一個腰風 現在各位都曉得 全世界過美洲 最重要叫巴拿馬運河 可是巴拿馬運河發生什麼事呢 巴拿馬運河現在是持續的一個乾旱 那乾旱沒有水 沒有水船過不了 所以怎麼辦呢 你船就只能夠慢慢過 這慢慢過這可出大問題了 為什麼呢 千軍萬馬第一個 現在卡在巴拿馬運河 你說那我不排隊行不行呢 不排隊你要繞到整個阿根廷 再轉過去 這個可是好大一圈 所以這個要怎麼辦呢 所以第一個 巴拿馬運河現在持續的乾旱 這是第一個問題 想不到現在還有第二個問題 全世界航運卡在兩個關卡當中 巴拿馬運河沒水 那蘇伊士運河總該沒事吧 慘了 戰爭 目前戰爭的一個關係 蘇伊士運河 因為那時候很多的船 不小心被打到之後 冰險突然間往上加 好多人手指頭算一算 滑不來 所以怎麼辦呢 一繞又繞好旺角 那我問各位一件事 所有的船都在全世界繞來繞去 就缺船了 所以這張圖就告訴你非常清楚 今天你剛剛提到的 包含水水運河 包含了這個最近的紅海 這照理講是最近的一條航線 這一個地方 怎麼兵凶站圍的呢 這個地方如果不能走 你必須走下面 繞過好旺角 這個差了十幾天的航程 沒有錯 所以現在大家都不知道怎麼辦 比較簡單說用單位 現在有個大麻煩 歐洲跟中國的貨 通常就是過整個 所謂的蘇伊士運河 所以這一條 是全世界貿易的生命線 可是現在卡住了 那卡住了怎麼辦呢 繞 只能夠從好旺角繞過去 結果繞好旺角嚇死人了 為什麼呢 單單航程就要整整多 兩週的時間就多了14天了 而且每艘船 現在以20萬噸來說的話 成本大概是多少呢 100萬美金左右 所以整整又要多增加3千多萬台幣的成本 船在走 船員要吃飯也要耗油 這都是一個問題 所以現在我們來看 現在40尺的一個貨櫃 居然一口氣來到了3786塊美金 各位你沒看錯 年增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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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還是小差一跌 發生什麼事呢 上海開往荷蘭路特丹的 現在一口氣是從上一季第一季到現在 一口氣調升了158 所以我們剛開頭跟各位說 4月份開會開到雙方差點打起來了 為什麼呢 缺船缺貴 整個航運的報價一口是一台 90%到158的漲幅 你說整個航運股怎麼能不漲呢 那四個字最重要 缺船又缺貴 所以投資人就在問 我現在還要買船票跟著登船嗎 當時在疫情期間的航海王的船旗 會再次複製嗎 目前來看的話 有可能船旗還是要持續拉長 現在還有一個重點叫腰風山 腰風山是什麼呢 叫減少運能 為什麼減少運能呢 所有的船都在繞路 各位你去想想看 郵輪從整個夜門外面過去被攻擊 那現在該要怎麼辦呢 所以目前包括了馬斯基 他們因為紅海的一個衝突 他們就削減的一個運能 加上成本的一個攀升 嚇死人啊 俊香哥 20尺的標準貨櫃 從250漲到750塊 40尺的一個貨櫃從500 一口氣跳升到1500 這個一來一回是差三倍 漲得整整兩倍 所以現在航運可以說是一發不可收拾 這個都是額外的附加費用 已經漲成這樣天翻地覆 那大家就要問 會漲多久 這一波起航的航海網航情 能夠紅多久呢 目前來看的話短期還是無解的 因為現在還有更麻煩的一點 發生什麼事呢 現在中國有大量的一個貨櫃船 壓在整個潮越港口上面 可是船第一個流浪的流浪 第二個沒有船隻提供足夠的倉位 協助它出口 所以現在簡單地說 還是缺倉位啊 現在就是只有需求完全沒有供應 所以我們來看 4月底亞洲運亡整個美洲的 西海岸跟北歐的 現在呢 以此已經來到了4000塊美金 折合台幣接近是13萬了 但目前我們如果去看 中國的終極集團的話 終極集團目前的一個銷量 今年第一季跟去年相比 差了整整5倍 也就是說目前全世界 不管是北歐的 不管是台灣的 不管是中國的 現在一船難求 一跪也難求啊 看過了航海王 再來看另一海 紅海 哇 紅海從純股變標股 今天收在172.5 挑戰200有望嗎 目前200的話 我認為今年跟明年 搞不好有機會會到 來跟各位說發生什麼事 最近有一位藝人叫吳宜佩 吳宜佩呢 他雖然說他的爸爸是投資達人 但我再猜 他應該是後面也忘了 發生什麼事呢 十多年前他買進紅海的時候 那時候的股價是18塊 各位你沒聽錯 18塊 買買之後忘了就放在超廳裡面了 結果最近整個紅海拿出來看之後 他說說他感覺好像是發了一筆小財 好像是撿到錢 何止一筆啊 18塊買的耶 先跟各位說 這個報價是169塊的 是 他目前賺45萬 請各位看投資報酬率 投資報酬率是830% 真的是嚇死人了 那為什麼這一波紅海能夠這樣漲呢 其實兩三個月前我們來駿下哥的節目有那時候跟各位說 現在的紅海跟過去完全都不一樣了 我們先來看紅海的一個財報喔 紅海今天發的財報 第一季雙綠雙升 毛利從6.32整整計升了千分之二左右 營業率的不能換來到了2.78 但請各位注意喔 往年第一季是整個紅海最淡的一個時間喔 今年居然稅後賺了220億左右 所以現在各大投行紛紛都在上修 今年的獲利跟明年的獲利 關鍵點來了 過去台灣電子五哥都是毛三道四 為什麼這一波能夠在這個地方整個所謂的改型呢 最重要叫邊緣AI 那邊緣AI有可能會在今年的下半年或明年成為電子消費當中的主動的驅動力 為什麼呢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轉型喔 為什麼這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轉型呢 未來你的手機 你的電腦 你的餅電 它有思考功能了 那有思考功能呢 現在在看喔 AIPC呢 今年的滲透率還好 只有8% 但到了明後年之後呢 肝火會碰到標準型的一個所謂的換機年 換機年很好算喔 尾數是5或者是0 就是所謂的換機年 今年2024嘛 明年就2025了 所以滲透率會拉到30%到50% 所以目前來看的話 全球的半導體會迎接300億美元的一個收入的一個成長 那各位你去想 目前鴻海在全世界的一個占比 它一家公司各位就占了20% 如果全世界有一個300億的市場要往上成長 輕輕鬆鬆50億到60億的美金 就在鴻海的一個口袋 你說鴻海的股價怎麼能夠不漲呢 所以鴻海的華麗轉型靠的是AI 你知道AI運用到一個什麼程度呢 這個照片看了你真的 影片喔 你等一下看下去你會覺得 整個背脊發毛到底回答你的是人還是鬼 先跟各位說現在OpenAI強大到什麼地步 你現在在影片當中看到的這個男生 他不是在自言自語 他是在跟AI對話 俊翔哥 你有沒有發現他一來一回之間 是不是好像跟同學 跟哥們一樣在聊天一樣 那不然他在跟誰 他在跟AI對話 怎麼反應這麼快 他目前最短只有232毫秒的一個回應 所以你注意看 他不是在跟別人 他是在跟AI對話 可是一來一回你有沒有發現 好像跟人對話一樣 這個還是小差異點 所以你講的都是算力 在算力的基礎之上 你跟AI對話跟現場人的對話 幾乎你是分不出來 為什麼你說這是小差異點 我剛剛跟各位說的 這個叫做英文對英文 這個叫小差異點 我們來看第二段影片會嚇死你 這個是兩個不同的人 一個叫美國人 一個叫做所謂的義大利人 他們現在對著手機在說話對不對 請各位注意 英文講完之後 直接換成義大利文 義大利文講完之後 直接換成英文 兩個人之間 先跟各位說 這裡面你看到是兩個人的對話對不對 不對 他是兩種語言同時在翻譯當中 所以這個AI 他可以跟超兩種語言的不同的對話者 同步臨時差愉快的聊天 各位你要去想想看 這個背後是多大的資料庫 跟多大的一個算力 但各位不用等 這個世界可能就在下個月 就會開始來了 所以AI能讀心 AI還可以看透你 這兩張照片 你不要覺得我們物質一模一樣 不 這兩張照片 我們現在要說明 這一句AI思考的人型機器人 有多可怕 現在AI機器人 剛跟各位說的是 他可以跟你聊天 他可以跟你做翻譯之外 先跟各位說 他現在是眼睛看得到 什麼叫眼睛看得到 這個人型機器人 叫做Figure 01 現在你跟他說 我可以點吃的嗎 請跟各位說這個神 鏡像哥 我們來看這個影片 他那個人型機器人 整個人開始啟動之後 機器人開始啟動對不對 前面是不是有一些餐具 有一個杯子 還有一顆蘋果對不對 紅蘋果 他宛如是真人管家一般 他就說因為我要點吃的 你有沒有發現 他沒有去拿杯子 也沒有去拿盤子 他直接拿蘋果給對方 等一下 他的右手拿蘋果換到左手 左手交給你 整個流暢跟真的人一樣 也就是說現在所有的人動關節 眼睛所看到的 AI所傳導出來的任何一個細節 宛如是人一般 他都不會拿錯嗎 真的 我們再看第二個畫面 第二個畫面是 好 機器人他就解釋說 我拿蘋果對不對 中間還拿起了一個垃圾 丟到整個垃圾桶去 而且你注意聽他的一個說話 他的說話還特別加入了 所謂的人性介面 所以我們人有時候說話會什麼呢 會 那是人耶 幾乎跟人的對話是一模一樣的 但請各位注意喔 這就是一個真人的一個管家 這是一個人型的一個機器人 外衣間到底可以過得多爽 管得多鬆啊 觀眾朋友 又出事了 就要讓人又給跑了 這是台南明燈外衣間 26歲 背了一堆詐欺飯 你在看到這個壽情人 佩戴電子腳樓 情況之下還能跑跑24小時 給他逮回來 今天我們要告訴你 從這個事情的背後 外衣間受刑人 仍在監獄關 居然可以靠著每個星期五 五分鐘一通電話 遠端遙控詐騙 賺得滿盆滿撥 可以這樣喔 是 所有抱歉的觀眾 外衣間又有人逃跑了 這位逃跑人叫做方青山 他今年才26歲 年紀看起來蠻輕的 照理說他在昨天下午一點 應該就要回到這個所謂的 八德外衣間去 明德外衣間去做報導 但是他消失24小時 在我們錄爆新聞當下 他終於被抓到 結果各位觀眾看到畫面 警方在台中的網咖逮到人 你知道嗎 他身上最後只剩100塊 大家想說不對啊 你為什麼沒有回到台南去呢 其實照他爸爸的說法 他是當時回到台南 結果後來又搭車北返回到台中 結果回到台中之後呢 人在台中網咖被抓到 可是大家想問 他不是有電子腳樓嗎 電子腳樓最後訊號也在台南 可是問你是他人後來在台中 你知道嗎 所以想說是不是電子腳樓沒電了 這回到我們之前討論的話題 非常好笑 所以這外衣間淘寶的事情 又在加一 可是你要看 這個方青山他犯下的案件 可以說非常的重 他2020年他設入多起的詐欺案 而且重點是什麼 他還是所謂的車手還有偽造證件 另外呢他犯下是家中詐欺 還不是一般詐欺喔 家中詐欺還有偽造有教證券等酒罪 被判了7年9個月 你可以知道他被判刑非常的重 那這次呢他是禮拜六的時候 因為母親節到了 那裡面過去可能表現 還受到一些長官肯定 所以呢放他返家回家探親 沒想到三天之後他預駕未歸 所以呢今天就被逮捕歸案 可是大家想問 他其實過去也有發生類似的情況 上一次他返家探親的時候 其實也是遲到晚到未歸 所以大家覺得說 你之前就有這個案例 為什麼這一次還可以放他回家 然後這次呢也是晚到 現在被抓到到底怎麼回事 是不是外衣間的制度太鬆了 因為我們就知道 他的電子腳樓坦白講就算有綁 那沒有訊號 訊號就用來談談人在台中 是不是沒電還是有什麼問題 不得而知嗎 所以電子腳樓是不是也失去他的效率 這個必須要討論 你知道外衣間他的一個矯正機關 他是最即將銜接要回歸社會的 最後一個關卡 結果銜接讓你社會化的這個關卡 反而是銜接讓你準備犯案的關卡 直接喔 你真的沒有聽錯 我接下來要一個字一個字說給大家聽 在外衣間裡面一邊在服刑 一邊可以在外面遙控搞詐騙 真真實實的發生啊 是啊 外衣間大家印象來說 就是爽缺兩個字嘛 因為你不用用手銬腳樓 甚至你還可以怎麼樣 成績好還可以怎麼樣 反家回去探親 甚至你還可以縮短行刑 但是喔 我們以為外衣間談判 裡面還是有些管理 但是裡面還有人在持續詐騙當中 我們要今天分享的故事就是 有一位這個誠信的獸行人 他在外衣間的服刑裡面 他夥同他另外一個獸行人 一起組成所謂的共犯結構 共犯結構繼續騙 他怎麼騙 他等於是利用他入監的時候 他找他媽媽來當所謂的人頭帳戶 那我們知道外衣間的情況 他會跟外面有些社會工廠 來做一些合作 以防外衣間的人出獄之後 能夠跟社會來做一些接軌 沒想到他跟外面這個工廠合作的員工 來變成一個傳聲筒的概念 所以大家覺得非常荒謬 這一片他騙了八百多萬元 你知道嗎 我人在裡面 導播我們來看這張圖 你看喔 這個是祖賢 是這個詐騙集團的CEO 這個是他共同的一個合夥人 這兩個人共組這個 超級詐騙的諸事會社 然後用了他媽媽當帳戶 帳戶因為騙了錢要往那邊匯 這個傳聲也有了 這是他會計 他的帳房都有了 居然所有人在那邊好好的 要矯正你讓你變好人 沒有 你裡面居然爽騙了八百萬 他裡面還繼續當詐騙集團 還繼續騙一路騙 一直騙你知道嗎 所以大家想說 你到底為什麼可以這樣騙 其實他有些招數可以取信被害人 他跟被害人怎麼講說 雖然我現在在外衣間裡面 但是呢 我每個禮拜可以跟外面通電話 因為我跟長官認識 我跟長官麻吉麻吉 所以我可以通電話 來取得所謂受害者的一個信任 另外呢 他也 剛剛不是說他利用這個員工 來當他的傳聲筒嗎 甚至他把那個信夾在他的胸前 因為我們知道女生台北來講 你要收聲的話 如果比較私密的部位 是比較沒辦法收到 所以他把那些紙條這些等等 當初他發號失定的地方 他把他藏在比較私密處 來傳給外面的這些 幫他繼續騙的人 他裡面怎麼講 他說我已經打個招呼 所以呢 如果要緊急掛號 要總名系的話 必須要在裡面方便運作 所以要越清楚越好 他信裡面明明白白寫得這麼清楚 要希望外面的員工 幫他傳這個信 出去來指揮作業 來指揮辦案你知道嗎 你就知道 這個人雖然關在了所謂的外界裡面 但是他還可以在裡面指揮辦案 幫外面的人繼續騙 甚至他騙得了錢 等他放假的時候還可以繼續花 他放假的時候 他到了百貨公司 一刷就好幾十萬 繼續買包包啦 買精品 買名牌 你說這樣的情況到底可不可惡 非常可惡啊 太可惡了 我就問法務部你們在睡著了嗎 再來給大家看到是絕對有怨的 一樣外疫間 三月落跑隨後殺人 你知道隔多久才開始公佈 那個茶器狀況找人嗎 隔了五個月半年之後 如果你不是睡著 不是昏死的 你怎麼可以反應這麼慢 何止慢半拍啊 是我們剛剛討論到詐欺 就是繼續騙錢的問題 坦白講 都外疫間的淘寶制度 會造成所謂的一些 這個社會動盪的一些情況 這個是所謂在花蓮自強外疫間的壽型 叫做康玉豪 他其實也才27歲 其實也非常年輕 但是他在2022年3月的時候 脫逃之後 結果你知道這個外疫間 什麼時候來公佈他這個情況嗎 半年之後 到2020年 半年他只要跑到天涯海角去了 他有可能整形了 或是他已經化名了 變成很多奇怪 大家已經找不到他了 所以你知道 我們外疫間的反應 坦白講是慢半拍一個情況 可是你要看 這個人其實他過去也犯下 非常嚴重的重罪 他有妨礙自由 毒品還有重傷 還有多起詐欺 跟詐欺情況 所以你說他如果放出去的話 會不會再發生類似的情形 很多人都很擔心 但是問題是 的確他出去之後 還發生一些毆打 甚至有些殺人未遂一個情形 怎麼講 2022年 剛剛不是說他3月脫逃嗎 7月的時候 他就埋伏砍傷桃園在地的黑道幫派 叫做黑人家族的一個成員 當時大家覺得說 放你出來 就問你出來去砍人 這個是大家覺得非常匪夷所思的 甚至隔年1月 甚至黑人家族的老大 這個郭信怡 他一出門只是去盜谷垃圾 後來被連開七槍你知道嗎 要治他於死 對 大家想說這七槍是誰 會不會是槍手成名 後來大家猜 會不會就是這個康玉豪 所犯下的一個殺技 也是他呀 所以你看 真的是千錯萬錯 湊在你怎麼可以人跑了 三個月之後 你才公佈這個茶器專刊 你要是把他逮回來 這個人可以不要被殺 這個老大或許 他可以躲過了這個暗槍殺死 所以如果是他的話 抓回來呀 抓不回來 已經兩年到現在 音訊全無 現在就他習慾的慾友說 這個人搞不好已經坐桶子 走去哪裡 逃到柬埔寨去了你知道嗎 柬埔寨不是詐騙的天堂嗎 像他會不會跑到柬埔寨去 來騙台灣呢 這很有可能的事情 從這些故事可以看到 預防基本上對於外衣間逃跑 束手無策 你要跑走我要抓你回來 根本也很難抓 所以我們矯正署就有統計 到2022年子 這十年之內已經有49個人脫逃了 脫逃之後好像 我們的這些預防也沒有積極的動作 要把這些人逮捕過來 那會不會造成社會上問題 當然會造成社會上問題 所以我覺得外衣間的制度跟管理 是不是等於是變相 讓這些壽型人開的方便之門 這個必須要好好討論一下 好 剛剛秀琳一邊聽一邊在搖頭 我們這個還是一個法治的國家嗎 對啊 而且一個案子接著一個案子 這個外衣間的案子 之前發生這一個殺人犯逃走之後 五個月之後才公布通緝 大家已經覺得很不可思議 結果你看短短的才多久的時間 不到兩年 又發生了今天才抓到的這一個 外衣間的逃犯 近十年逃四個 然後沒有回來的是45個人 那這就代表就是說 我們對於監獄的管理 對於犯人要如何的救法這件事情 是沒有一套完整的配套 秀琳剛剛重複念這個數字 我一聽了整個背脊發涼 這個就是對我們的矯正系統 啪啪啪 最響亮的巴掌 而且不要忘了 剛剛望哲在講說 今天逮回來的這個年輕人 他不是要有電子腳樓嗎 這個電子腳樓居然 訊號在台南 人在台中 我要這個腳樓幹嘛 就是說我們的科技監控 這件事情完全失靈 這從上次的通緝犯就知道了 那這一次呢 是這個外衣間的逃犯 你也發現這個腳樓也沒用 所以當法務部告訴大家說 我們現在針對這些防逃的機制 針對外衣間的這一個法治化 其實外衣間去年才修過法 2023年才修過法 就是因為這個案件太離譜了 去年修法的時候說 這個重刑10年以上的人 不能夠到外衣間 因為覺得他可能會怕 那另外呢這個經濟犯不能去 這個貪污犯不能去 可是你看看現在外衣間裡頭 大部分都是經濟犯跟貪污犯 所以就代表說你修法歸修法 一套說的是一套 告訴人民說我們都改善了 那實際上面又是另外一套 台灣最大的問題就是 法律都在那裡 執法的人沒有辦法好好執法 最近大家在熱議評估的一則廣告 引發全世界炸鍋 為什麼 這則廣告我形容它就是 人類對AI恐懼的總和 你看看這個畫面 號稱地表跑得最快的機器人 為什麼大家都在討論機器人 因為黃仁勳的一句話 AI將幫助打造更便宜的人型機器人 預告了今年會是大爆發年 不只是造型更擬真 筋骨也更常見 我們更害怕的是 當AI它開始學會欺騙 學會當雙面人 它甚至會把自己處理不來的 通通外包給人類 未來會是什麼樣的一個明天呢 據說到最近這一個多月 很多人對AI既期待又怕受傷害 巴菲特也出來談到AI了 而談到AI的時候 裡面最核心的關鍵 它就講說AI就像20世紀的核人大爆發 它會帶來大量的意義 但是更大的恐怖 裡面當然有一件事情就是 AI會不會成為一個詐騙的一個新天堂 AI是會騙人的 而且據想這可怕在哪裡嗎 不是人類操縱AI去騙人 是AI自己學會人類會騙人的天性 AI自己學會說謊騙了人類 它怎麼辦到 怎麼騙 這個是有一個戰略的一個國際戰略的一個外交的遊戲 裡面戰略三角關係 國際戰略角度就是要互相結盟 互相獲勝 然後這個東西 結果這個AI的玩家他扮演的是法國 那法國長期的跟德國是對抗嘛 那戰略三角要拉誰 要拉英國對不對 結果沒想到這個AI他在玩的過程中呢 他本來是應該跟德國對抗的 結果呢偷偷的他也會知道要去找英國戰略三角 但是呢偷偷的又從德國那邊呢拿到一些資訊 又去示好 又跟英國 所以他變成是開始玩戰略三角的樞紐遊戲 他開始去欺騙 而且像德國通風暴信獲取他更大的利益 他當雙面諜 雙面利益 這簡直就是戰國時代的合縱連橫 沒人教他 他就會了 另外一個呢 我們常常不是 常常做很多搜尋的時候嗎 我不是機器人 你就要在這個地方 勾一下 然後後面有九個畫面叫你勾對不對 對 結果ChimpGTT T4 他裡面呢 竟然在這個亂告的時候說 跑到一個另外一個平台 這個打零工的平台說 我是一個可憐的人 我勢力不好 徵求一個人 他自己知道 我可以找其他人 聘用其他人 來將他整個變成 那個人幫他勾 我不是機器人 然後是AI整個就欺騙 連電腦都欺騙了 所以他在電腦上騙人 他甚至還可以騙到另外一個 真的一群外包的人 把他辦不來的這一些事情 交給那邊外包的人 未達目的 我們給大家來看到 最近關於AI 有一支短片 這支短片讓全世界大炸鍋 蘋果釋出的影片 今天 創下來告訴我們這一支片子 為什麼讓人類為之憤怒 而最後逼得蘋果必須道歉呢 其實它不是憤怒 蘋果出了這個狀況是什麼 因為呢 所有的樂器 所有的創意 所有的藝文 通通你會發現說 我們過去有這麼多的東西 那是人類一個文化的驕傲碼 通通可以拿到碾壓上面 全部一眼瞎 變成是蘋果的新的iPad 新的平板 本來它只是一個創意說 它的力量很強的巨像 你知道它這個東西給人家 是憤怒碼 其實是恐懼 為什麼恐懼呢 因為從AI開始的時候 從圖靈開始的時候 大家都只講一句話 AI呢 將來呢 機器人呢 會取代人類很多勞力的工作 人類最後只剩下一件事情 是電腦不會取代的 叫做創意 就具象 蘋果就告訴你說 連創意 通通都可以被取代了 我們談的是機器人的AI腦 可是說到了仿真機器人 人型機器人 在NVIDIA 華人群眼中口中的那個未來 會越來越便宜的人型機器人 你看那個皮膚吹彈可破 你看那個筋骨如此的嫩Q 你看著看著 你真的會怕 所以AI之後呢 如果取代人類 它會不會把很多人類 能夠做的事情 它通通取代了 這個是中國呢 出現了一個新的一個機器人 我們知道說過去大概十年前 博士和Dalim 都已經會跑了嘛 但是它告訴你說 它也會跑 而且它跑的話呢 是史上跑得最快的機器人 時速一小時 可以達到17.7公里 然後就這樣跑了 這告訴你說 整個未來的機器人 速度會比你更快 可是呢 這個呢 你也看到說 因為晶片還是最重要的 中國現在可能比較高 晶片少一點 AI晶片少一點 所以它在這邊跳躍的時候 跟著人跳的時候 它會有個亮翔 所以其實會跑速度快之外 核心是裡面的那種軟體 裡面的整個AI的內容 然後另外一個呢 在中國這邊的這個ES公司呢 也差太成立了十來年了 他們現在做的是 他們要做五百個 整個都是他們把整個人類的 仿人類的皮膚 放到AI上面 放到機器人上面去 所以會看到 那個整個做出來 它的大量生產 它想要做出五百個 那個是機器人 機器人 然後就以後呢 機器人不會是冰冷冷的 你會看到是有頭髮 皮膚吹彈可破 像那個新波的雞蛋一樣 這麼光滑 很好看 可是呢 這些東西都還只是 機器人的粗淺的 前面的 你知道巨像 真的可怕是什麼 我們好像講說 仿生機器人對不對 過去的時候 你想到的只是仿人類 現在呢 它真的是仿生物 所以巨像你看到 各種的生物 我不需要像人類一樣 直接的還要那個 彎著腰手撐起來 直接膝蓋一彎 360度就給你直接的 人關節就站起來了 哇 它可以做出大法師的 這種恐怖的一個舉動 因為它本來就不是真的人 所以它已經顛覆了 人類你以為的3D的體能的 筋骨的種種極限了 對 我們的骨架的極限 而且呢 仿生仿到什麼時候 仿所有生物 你看它的脖子 360度轉彎 那是貓頭鷹的技術 它都學會了 是 所以現在整個機器人 其實仿生已經仿到 讓你覺得很害怕 而整個呢 現在當好之後 當你大量的使用AI之後 你有的時候 人類做不了的事情 它還一直幫忙 比如說 這個美國這邊呢 就是一個噴火機器人 噴火 它其實就是 原則上你看到就是 從最早的大狗那種機器人 開始一樣 你加了油之後 它有AI 所以它可以在這樣一個 複雜的地形裡面 生理裡面 開始的巡弋了 我為什麼需要它來噴火呢 因為有兩個狀況 第一個是 如果冰天雪地動起來的時候 你是不是需要把那個雪給融開 對 那另外一個是 森林大火的時候 對 我們要做一件事情 先燒防火箱 那你呢 叫人去弄呢 還是說 它這個可以在這邊尋 它其實是有AI功能 它可以試彩 而且呢 它前面 你能夠綠綠的光嗎 對 那個是雷射鍵 那個長度控制之後 它能夠控制 我噴了火的大小長度 說穿了 你現在看到這段畫面呢 在火場當中 在雪地當中 這就是防災型的 噴火機器狗 對 噴火機器狗 然後再厲害的是什麼 其實AI剛講的說 我們很多創意工作給它做了嘛 德國現在在做到一個事情 我們以後的工程師的設計工作 都可能被AI給搶走了 什麼意思呢 我們常常說 我們喜歡做一些仿生機器人 最喜歡做的就是微型機器人嘛 微型機器人 如果你做得小到跟蒼蠅一樣 哇 跟蜜蜂一樣 這還很大啦 但是如果你做到這麼小的時候 提醒一下 貼在你頭上飛 把你監聽起來 你都不知道 然後在整個間諜裡面 以後007就不需要 然後那個翅膀的一個飛行方式 完全跟昆蟲一樣 你完全沒有察覺 可是你叫俊相 這個厲害在哪裡嗎 它不是說我們一個工程師 在那邊根據 我們各種的動力學算出來的 它是AI在直接計算 我要怎麼樣 一個蜜蜂 它的骨架從36克 還是到24克 最後3克 我是設計了它整個骨架 是AI幫你設計出來的 設計出來之後 然後整個裝潮器 所以這個機器人只有24克 非常的輕 然後可以大量生產 這個才可以 不可思議的一個 你看喔 一個小蜜蜂 從那一對翅膀看到的還是恐懼 為什麼可以做成這個樣子 而最大內心深層的恐懼 我們總是要扣問這個問題 當AI發展到極致的時候 會不會搶走我們人類的工作 居然這個國家它第一個舉手 它最害怕 是的 因為我們知道印度 過去的時候曾經被英國統治過 所以印度呢 他們很多 除了很多高科技出來 他們是一個全世界很多外包公司 所以因為他們可以去 常常去包這些外包嘛 可是當AI越來越厲害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 很多這個我可以透過外包的 語言的這樣的公司呢 AI直接把它給承擔了 現在八成以上的聯繫的人 竟然面臨失業 那個是做簡單工作的 可是你知道前面的 創意的 設計的 到時候真的馬斯克講的99 恐怕都活不下去了 立院又開戰了 觀眾朋友 今天晚上我們跟您看到 原班人吧 院長 又是韓國瑜 又是柯建民 而且一樣在朝野協商的現場 這一次你看到導火線是什麼呢 在朝野協商 結果柯建民邀來 中嘉賓出席 被韓國瑜請出去了 哇 老柯火大開炮 嗆韓你給我小心一點 韓國瑜他也非常罕見的 做出這樣直白的反應 為什麼搞到這個場面呢 今天秀琳帶我們來看到 有沒有讓人家感覺到 一點點挖洞要給韓國瑜跳 讓人來現場 韓國瑜一見到危險 繞開 結果搞到老柯建小燈想去 這個簡直是武林高手的過招 柯建民最近真的很奇怪 各種怪招出境 到三更半夜寫了一篇很長的文說 台灣快要變成 希特勒莫索里尼執政的時代 然後又說現在全台灣的希望 國會的希望 民主的希望 就在韓國瑜的一念之間 於是這場朝野協商 他就展現出他想要感化 韓國瑜的這一個怪招 那花了三個半小時 最終他都在吵什麼 這個朝野協商裡頭呢 是大家在黨邊協商說 賴清德要怎麼來立法院 報告這件事情 到底是要急問急答 依序問答還是怎麼答 這件事情 那你就去協商啊 什麼好吵的 老柯是有備而來 因為他就一直認為這件事違憲 他就不想讓賴清德到立法院 但是其實賴清德是非常想來的 我昨天訪問民進黨的發言人吳征 吳征說賴清德很想去 他越越遇事想到立法院 他現在唯一不想讓賴清德到立法院 是柯建民 所以在這個協商當中出各種怪招 一開始就跑出了一個中嘉賓 中嘉賓不是黨邊 不是負責協商的幹部 他為什麼突然冒出來呢 他說我以前當過國大代表 我知道總統到國民大會來 這個國情資文後面的問答 統問統答是什麼樣的狀況 我來分享一下我國大的經驗 然後韓國瑜就傻眼了 你沒告訴我你要來 你突然冒出來 然後你做出來跟我說你要發言 那要其他的藍白在野黨的黨邊 都聽你在那邊分享你的國大經驗嗎 那於是韓國瑜說不行 那中嘉賓你先出去好嗎 我先問一下其他黨 尊重一下在野黨人家願不願意聽 然後呢 老柯就跳起來了 他說你小心一點 你怎麼可以叫一個立法委員 走出會議室 這個是立委的權力 可是問題是 你要來你也要夭然來 不是不行 你要跟院長報告一下 你跟他打個招呼 剛剛你用突襲 對 所以韓國瑜就說你突襲我 你沒先告訴我 結果呢 老柯說我不跟你玩這一套 那韓國瑜真的集中生智 我覺得他真的是武林高速 他非常聰明 他跟柯建民說 你說中嘉賓有國大代表經驗 要來現場分享 你知道我們立法院裡頭的 113個委員 還有其他兩個人 也有國大代表經驗 那個人叫楊瓊英跟賴世保 那你要不要叫他們一起來啊 有經驗的大家一起分享 否則你先通知 我也可以請在野黨把楊瓊英跟賴世保 一起來嘛 要分享大家一起來啊 他有道理 對啊 所以這個時候呢 老柯就生氣了 而且呢 老柯現在唯一在國會的希望 就是韓院長 那他就說呢 在他立法院三十幾年來 沒有遇過這麼艱困的這個立法院 現在就要靠韓國瑜 能夠公正的站在他那邊了 所以這個是不是有點 在白天下午吵了三個半小時 氣噗噗 晚上回去就認慫了 發了這一篇文章 因為他現在唯一願意聽他講一些 臉瓊維的話的 只剩下韓國瑜 其實韓國瑜是非常有耐性的啦 跟他講說 他後來也沒有叫鍾佳兵出去 因為他就說 這個怎麼可以叫國會議員 這個走出會議室 趕出會議室呢 這非常沒有追 他說好吧 那鍾佳兵你就坐在這裡聽 然後呢 他就把這件事情問大家 那難道鍾佳兵來講 賴世保跟楊瓊英不用來講嗎 於是這件事情就說 那就隔到下一次 如果要講大家再來講 那柯建民最近在立法院裡頭 的確是有蠻多瘋狂的這個行徑 從這個老天有眼以來 他在這個三更半夜一直在講 台灣要滅國了 亡國了 都讓大家覺得 柯建民你到底是怎麼了 好危害我們看到 立院又開戰了 結果又是韓國瑜 又是老柯 我怎麼看這件事情 我覺得看到後來 有一點點老柯故意繞攬 然後呢 要韓國瑜請軍入翁 可是被韓國瑜識破 封嚇跳開 結果 看到老柯敗政再加一 今天你被邀請要去參加生日宴會 你要把你的小孩隔壁的親家 你的大小生的 三千九五千都帶來 怎麼可以這樣 你可以講嘛 先講啦 你包大包一點 整桌給你嘛 民進黨應該是三個啊 就是柯建民 吳思瑤跟鍾內雄 哪有第四個一個 你啊 鍾嘉賓啦 那為什麼要這樣 我跟大家解釋一下 因為這一次 昨天下午的協商 是要講兩個 一個是花東嘛 另外一個就是 總統到立院國情報告 到底要怎麼樣 幾問幾答 統問統答 還是依序回答 結果呢 柯建民講說 問問一個鍾嘉賓 以前那個國大有沒有 他要把他修到 變成全力都到立院去的時候 他是國大代表啊 你就在台康啊 所以叫他來說明 OK 但是你要跟院長講啊 來我舉個例子 我就講完第一題了 記不記得 這一次的立法院開議的 第一次朝野協商 我記得啊 民眾黨本來是三個人 來了五個 陳超之 對對對 你來 我跟鍾嘉賓沒有對喔 為什麼 弄得空氣很不好欸 陳超之就不高興嘛 我那投票投錯 你為什麼要污蔑我 所以他就找了林國城 監票人跟我 我要去說明對不對 當時柯建民講什麼 你是不可以來的 柯建民當時不是講說 你不能來嗎 因為我們就是三個人 你是黨團三長嗎 你為什麼在現場 所以同樣的道理 來觀眾朋友 今天立法院長是誰 韓國瑜啊 韓國瑜嘛 誰主持這個政黨協商 韓國瑜啊 你主持政黨協商 你也要跟他講一下 你沒有跟他講 以後這邊都三個人 你四個人他要不要講一下 對不起等等 你的第四個人不能在場 所以韓國瑜沒有在打壓中嘉賓 他意思是就這樣嘛 大家都三個啊 你怎麼四個 所以不好意思 我可能要請中嘉賓委員離開 這個柯建民就講說 你小心一點喔 把委員從議長趕出去 是何等大事 不是 講這個確實 確實聽起來嚴重 可是等一下 你要請這個委員來說明 超議行商 你要各黨團都同意啊 我們今天有個專家在嘛 我們今天要請到座萬來 還有一個 我馬上可以講了 黃鍋才就是啊 因為你今天超議行商 如果講花東 建設特別遼地交通嘛 交通部長要來 所以如果到時候黨團站在講 那不然我們請部長來 看可不可行 所以他在旁邊stand by 那是不是都知道 有他在等 OK嘛 那大家都知道 仲良病準備解釋 國情報告嗎 韓國瑜他不是要去針對中嘉賓 他只是說你怎麼突然多一個人啊 對不對 不好意思 我可能要請你離開 所以就抓起來 他講說你這樣子我很尷尬 你沒有說有人要來啊 好不好 那最後呢 韓國瑜院長才是說 立法院裡面當過國大代表 不是只有中嘉賓啊 你要說懂 很多人都懂 那你要請他來 你要說 我才能跟另外請兩個黨團 講清楚 才不會造成這個問題 最後呢 就讓中嘉賓委員在場 但是不發言 以免不公平 所以啊 今天 應該是說在院長 在另外其他的黨團三長 不知道情況之下 你把中嘉賓給邀請來了 你看喔 韓國瑜也會好好地說 他沒有跟大小聲掃 抱歉掃 結果 抱歉掃 還是老柯 最後你就看到 這一場有沒有一點點老柯要來 要來鬧事的感覺呢 所以韓院長基本上就是軟中待硬 所以他是很堅持 你不能講話 否則要離開 然後呢 但是他的態度都很軟 然後對於在現場 哭等了三個小時的 這部長嘛 你想說來 我都在上來報告啊 對不對 結果後來因為都在吵嘛 所以最後他根本連發言都沒有發言 所以韓院長也有記得就是 在場邊等候的 交通部長王國財 不好意思 讓你等個下午 非常非常不好意思 所以就是韓院長他的手腕 該硬的時候硬 可是即使是硬 他的手腕 他的口條都是非常的溫和了 這是為什麼現在目前韓國院長在立法院的民調跟人氣 都比過去當高雄市長還要更高的原因 那你要知道 在這種狀況之下的時候 很多問題解鈴還虛氣鈴人 那現在目前朝野的問題 柯建平總召他比較硬嘛對不對 那可不可以 左榮泰院長不要這麼硬 那因為 520下禮拜一他就會就任了 其實基本上 這個一定會發生的 因為按照網例 新任的行政院長 他一上任之後呢 一定會立刻到立法院來 三個黨團都一定會拜會 那拜會之後呢 包含了院長副院長會拜會 所以現在就期待一個狀況 等卓榮泰院長他一上任之後呢 一定會到立法院去拜會韓院長 那麼大師兄卓榮泰出手 我跟大家講 卓榮泰的身段是非常軟的 賴清德他要挑戰蔡英文 後來當黨主席 有條而抵耐 誰當黨主席 明講黨主席 也是卓榮泰 所以卓榮泰的身段是非常軟的 等他上任之後 一定會來拜會韓國瑜 那再來我們要談就是 520要就職大典 那以往大家講說就職大典 誰去誰不去也沒那麼關注 但今年因為國民黨 一開始都說不去 結果突然盧秀苑市長說 我要去 那韓國瑜院長 他是一定會出現 因為兩個國喜 由國喜兼交 由現任總統加給總統當選 就是由立法院院長 非常重要 觀眾朋友 今年還有很多韓國瑜院長 要出場的時候 包含什麼我先預告 雙十國慶的國慶大會 國慶秋會的主席 就是立法院的院長 對不對 所以呢韓國瑜院長會去 副院長也會去 好觀眾朋友你看一下 那現在張三政原本是議會的關係 陳其邁也是議會的關係 他們現在都說 我們來跟議會協調一下 也許他們就去了 那黃偉者原本就說要去了 就只缺一個人了 君翔哥是誰 就是侯友宜 那這邊我跟大家講一下 侯友宜 今天有記者在問 他也講說我已經安排好行程了 我雖然沒有辦法出席 可是我早就在 選完以後打電話給賴清德總統當選 祝福他啦 他也沒有說生氣說 為什麼我不去不行嗎 侯市長的風度還是很好的 可是他一天選擇不去 來觀眾朋友我就講了 2008年的時候 馬英九當選總統 民進黨的立委有沒有去 有沒有去 沒有去 通通沒有去 所以那次有沒有搞得這樣天都要塌下來 那時候當然也會問嘛 那時候我在跑重甫我知道嘛 柯建民他這是總召嘛 那這國民黨的慶功業 我們去幹嘛 我們不去他們比較不會尷尬 所以是通通沒去 我還要跟大家講清楚 我支持藍綠不管誰當選都要去 可是當年民進黨是沒去的 對不對 好 那2012年馬英九不是連任了嗎 對 連任了以後 他的對手是誰 2012 2012是那個蔡英文 蔡英文 蔡英文有去馬英九就只點你嗎 也沒有啊 所以他不是雙標嗎 我們還沒講完啊 那2016的時候呢 2016就蔡英文當選啊 那朱立倫有去嗎 沒有 那2020不是韓國瑜嗎 韓國瑜有去嗎 也沒有 所以過往 兩個人作對刺殺 三個人作對刺殺 選完之後 那個總統落選人 不好意思 這樣比較聽得懂 他都沒有去的 520 歡歡喜一天 後面接下來的四年 才是國人念之在之 最在意的 來我們看到 整個國安團隊 鄭德副的 通通都就位了 哇 這名單一攤出來 哇 又有很多可以討論了 這個東西其實我們報新聞 早就跟大家講 很清楚四個字 國安團隊就叫蔡歸賴水 通通都是蔡英文的人馬 顧立雄 吳釗燮對不對 這些都是 但是呢 因為他都是蔡總統的人馬 可是賴總統都把他用起來了 那光是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誰挑的 挑的這麼好 有沒有 顧立雄就是騎 你看蔡英文旁啊 他們兩個是一組的嘛 可是你現在要用他了對不對 以後國防部長是他 那會不會有漢格 會不會不聽話 觀眾朋友不用擔心 因為畢竟蘭賴清德手腕也厲害 只是說第一任的這個國安首長 國安會秘書長 外交部長 國防部長 可是你要知道喔 他們不是當永久啊 又不是保四年 所以等到下一次 如果卓榮泰跟陳其邁 或許啦 我猜可能第二任的行政黨 或是陳其邁 什麼時間啊 我就先跟大家講 什麼時間 2027年的 1月底2月初的時候 當完了他的高中市長之後 就是2026年的 12月25號 然後立法院的會期結束以後 1月底2月初過年期間之後 可能就要改組了 那那個時候 顧立雄跟吳文燒姐 還會不會留在這個 賴清德的國安團戰當中 到時候就能揭曉答案 好 雨萱 我們回到立法院一樣的大會議室 一樣的朝野協殺 一樣是韓國瑜 一樣是老柯 哇這個炒成這樣子啊 不是 我覺得很奇怪 一般人被洗臉過一次之後 就會自己知道尷尬 不要再被洗一次 那當時柯建平怎麼會連續 給韓國瑜洗兩次臉啊 當時洪生漢的時候 韓國瑜已經get out了嘛 叫他出去了嘛 被洗臉了嘛 那為什麼你這時候 還要再找一個中嘉賓 來嘗試突破咧 那肯定被洗臉啊 所以韓國瑜道理很簡單嘛 因為他的意思就是說 拜託 當任過國大代表這個經營 又不是只有你 那其他人也可以啊 那其他人我都沒有請他來了 所以一併按照規矩 套一句老課的話 叫整個來 叫整個來嘛 叫整個來嘛 所以大家就照規矩來辦理嘛 但我現在比較擔憂的是 第一啦 他們現在去炒這個到底 賴清德的報告方式 我覺得是拖延戰術啦 目的是要把環台高鐵 跟國道6號這件事情給 拖掉 給搞砸嘛 這個案子背後其實是 老韓一直要推動的 我問過他本人 他本人說對 這就是我要的案子 那只是因為 要去立法院委員會報告 我做一個院長的身份不合一 對不對 然後跑到委員會去跟各個委員報告 看起來很奇怪啊 所以還說最後才有傅崑其代理嘛 所以我說好 那你這個局面如果鬧翻 它代表一件事情 朝野之階再無和諧可能 因為連最中立 民調最高的韓國瑜 你都要跟他得罪嘛 今天你硬幹的這個道理 不是跟國民黨對著幹 你是跟韓國瑜耶 那你現在這時候再去討論說 520這件事情到底要不要出席 剛剛我們講到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為什麼以前520從來大家不會討論 不然以前柯建民也是在鬧啊 國民黨慶公願我幹嘛去 柯建民也是這樣講啊 那別女書寫也都沒來啊 是他天王民進黨 全部人大家都不來啊 那不是一個事欸 那個時候不是一個事 柯建民那時候還援引一句話說什麼 執政黨一直在追殺 一直在做政治迫害 我憑什麼要去 那請問換到現在有差別嗎 所以為什麼現在這個變一個事了 其實侯友也好 盧秀燕也好 陳其邁也好 蔣萬也好 都不去或不去 都沒關係了 這事情不是一個焦點嗎 那為什麼現在變焦點 因為朝野之間對抗到不可開交 陳啟何時在520賴慶的就職之前 就已經被你柯建民 就因為被許小鑫的事情 已經鬧到風風火火朝野之間對立至此 那對立至此 所以說現在這些國民黨的人 不是說他們愛去不去 是他們很怕去啊 去了肯定被罵了嘛 那你說去了 那現在好 盧秀燕去 盧秀燕衝第一個嘛 對不對 他當馬錢主嘛 衝第一個 逼得連陳其邁也跟得去啊 逼得蔣萬也跟得去啊 那蔣萬跟得去 陳其邁就最好代表嘛 連陳其邁都不去了欸 你跟我討論這些 那請問一下 這些人會不會有壓力 當然會有 那為什麼侯瑋瑜沒這個壓力 你說宇璇你這樣講不對 侯瑋瑜難道不怕被罵嗎 他不怕嘛 為什麼 因為他身分角色不同嘛 我今天跟賴清德 我們是選過局的競爭對手 我去很難看嘛 這面子拉不下嘛 就像蔡英偉 他叫柯文哲也去 他不會覺得難看啊 柯文哲本來就 那三個字我不想講了嘛 本來就 對嘛 所以我說按照這個邏輯 你搞清楚嘛 所以這個狀況 我覺得民進黨反而比較反思 所以朱立倫 難得我認同他講一句話 我用朱立倫話做總結 賴總統 你說幾句話吧 對不對 因為講白了 巧欣案到現在為止 林俊憲有沒有打過任何一句話 沒有 林俊憲是沒有打任何一句話的 所以不要跟我講說 什麼民進黨中央也在打 我放屁 好不好 那根本不是賴清德的意思 請賴清德總統 說一句話 到底這件事情的態度是什麼 好 巧欣今天來到我們現場 巧欣我們看到 朝野對抗 朝野對撞 協昌是戰場 520就是典禮是戰場 你跟吳釗燮也是戰場 你已經跟大家預告了 明天的戰場會很精彩 絕對會很精彩的 尤其是呢 我這幾天就減少了媒體受訪 我就跟他們說 拜託你給我一點神秘感好不好 不要每天都是我 你們就等禮拜三不行嗎 大家就直球對決嘛 我覺得我要講的事情是喔 目前在立法院裡面的 雙方攻防是非常強硬的 這就是在蔡英文卸任之前戲 那民進黨自己可能群龍無首 所以一群人自己在亂搞 尤其是誰 柯建民 你看柯建民去找了一個中嘉賓來 別人都三個人就你四個人 這就其他兩黨可以接受嗎 當有三組黨團在協商的時候 你多一個人進來還搶著要發言 那其他兩邊的人當然說 不把你趕出去 但至少你閉嘴嘛 結果老柯還在那邊繼續鬧 所以我知道在司法委員會的人 都已經受不了老柯跟吳思瑤這兩個了 每天進去都覺得耳朵很痛 但是這代表賴清德德的意思嗎 很難說 因為如果今天沒有一個和諧的 這個立法院跟行政院的互動 那我想請問賴清德的政策要怎麼推 你一個案子也過不了 你一個案子也過不了嘛 今天如果你要讓朝野對立到一個極致的話 一個案子都動不了 5月17號要表決 5月17號是在520之前的大日子 是表決日 那你就會很明顯的看到 所有黨所有包含民眾黨國民黨民黨 全部動員全部表決 到時候你看民進黨輸的多難看 現在連電業法通過之後喔 未來店家長都要經過立法院的審議 你覺得這樣子的法律對賴清德有沒有利 絕對沒有利嘛 他絕對不希望通過這樣的立法 所以他就會來溝通 那最好的溝通的對象是誰呢 那當然是我們的韓國瑜韓院長嘛 因為我們都聽韓國瑜的啊 韓國瑜是我們的精神領袖啊 所以我覺得賴清德是想要降低朝野對立的 可是旁邊很多人在鬧事 吳釗燮就是第一個 沒事什麼你們被吵架王 這個就會造成 朝野有更大的對立跟更大的糾紛 那算總上的時候抱歉 不是算在蔡英文身上 他已經剩下沒幾天了 全部算在賴清德身上 你覺得他會開心嗎 董哥你怎麼看 所以你可以看到吳釗燮 最讓人家瞧不起是怎樣 他用外交部的名譽去告習曉心 然後他兩個月前他已經被發布 國安會的秘書長 那接下來官司打的時候 是誰在面對這個 是林佳龍新任的外交部長 他哪一個燙手山衣別人丟給他 這是很不道德的我老實講 因為你的新職務已經發布了 你怎麼可以留一個攤子給 整個外交部大家都要繼續受你影響 去打這個官司 那大家想想看 一個部去告一個立法院的委員 這是很大的事情 各位朋友我先依告 明天兩天大致 徐曉心跟吳釗燮 在立法院會有一個好戲看 老柯如果賴清德懂 他應該懂 就老柯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趕快把它換掉 因為老柯現在自己不能接受 他每天扮演戰狼 現在民進黨就兩匹狼 吳釗燮跟柯建明 柯建明認為說 我不能像過去跟王金平時代 我要怎麼玩就怎麼玩對不對 他在立法院縱橫了二十幾年 沒有想到現在全部吃杯 他最討厭的人就黃國昌 黃國昌就跟他演死對頭 他每天罵傅昆綺 傅昆綺也不配合他 那這個你怎麼玩 你是執政黨的黨邊 所以他玩不下去就開始 喔 拔操啦 我們閩蘭話就叫拔操 就是我給你爛 那你爛的話賴清德怎麼辦 賴清德還沒上任 他現在有些動作不敢夠大 因為總統還是蔡英文嘛 他也不敢去跟在野黨溝通 因為我還沒就職嘛 其實是可以 你是黨主席嘛 可是他不敢 他現在謹慎小心 好 那你現在都要很清楚 做一個政治人物 尤其你是一個執政的人 四個字最重要 政通人和嘛 你要人和政才會通嘛 結果這些人 一個在行政部分替你搞爛 一個在立法部分替你搞爛 那你還要怎麼樣做 你沒辦法做 還沒上任就充滿了經濟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自己要很清楚 你今天不是國會最大黨夠半數 你今天的所有的方式 都要重新再來審視 我要怎麼讓我們馬上要上任了 賴清德他執政比較好 那你要執政比較好的話 一個原因就要妥協啊 過去王英明妥協了很過分 國民黨都夠半數 一直讓很多事情給柯建明去做 民進黨就取得了很多戰狗 那時候是王英明的作法 那你現在 你民進黨要有這樣的思考 這個作法 你很多東西就要妥協要讓啊 你如果不讓還是要站到底 那就一路的敗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了 賴清德要思考 趕快把前面的那些大石頭 把它翻開 觀眾朋友520最後倒數不到一個禮拜 剩下五天的時間 大家在問 小英總統會特赦阿扁嗎 今天偉漢帶我們來看到 昨天晚上 哇兩個人同時獲邀 陳明文七十大壽的壽宴 這一餐太有看頭 也五味雜陳 阿扁上去講話喔 麥克風一講 幫大家回憶一下 小英總統當時怎麼一步一步 在他任內獲得他提罰 感覺上之慾之恩 大家不能忘 就問你小英還不特赦我嗎 好 君香哥還有抱歉的觀眾朋友 阿扁這一題說實在的 我講了有點心虛 因為我根本沒有辦法告訴我們 抱歉的觀眾朋友 到底是會還是不會 我真的看了看都沒有 所以阿扁特赦兩難 之前大概抱歉我就跟大家講 第一個難就是 就算你特赦四個案子 還有四個沒有審完 那你今天特赦四個案子以後對不對 媽我出運了啦 我就已經無罪了 無罪以後呢 陳水扁先生請你來繼續出題 後面還有四個案子 阿扁不要這樣的特赦 如果判有罪呢 後面四個案子還沒有審完 庭審如果後來判有罪呢 這瓶特赦六個案子 還有兩年又刮進去 那個是賴清德的事了 所以這個叫難嘛 第二個難是什麼 下個禮拜一 就是520總統救世大典 來我問君香哥 人生的高光時刻 對賴清德來講是哪一天 520啊 就下禮拜一嘛 我做總統啊嘛 對啊 結果如果在未來的這五天當中 哪一天任何一天 明天好了啦 今天晚上好了啦 宣布特赦阿扁的話 那接下來記者每天都 拿著攝影機追蹤 阿扁第一天 阿扁第二天 他去吃什麼麵 他有沒有過火 他跑去哪裡 都在跟阿扁 那沒有人管520啊 所以這種事情會發生嗎 我真是看不懂 但是觀眾朋友你要知道 陳明文就是一個 大家來做比較 在觀察的一個很好的場合 因為君香哥 明文兄啊 他是什麼 他是英系掌門人耶 其實大家說誰英系 那誰一定會來 小英嘛 所以小英總統有沒有來 有 來幫他切蛋糕 但是呢 陳前總統是以前的總統 阿扁亞總統呢 他也來 大家好 觀眾朋友你現在先比較激動 他怎麼可以去 他不是保外就醫嗎 還可以主持廣播 幫女兒打官司 說不能上台的啊 職能治療啦 法務部早就有講了 對他的病情有幫助的 上前幕評論政治 職能治療都可以啦 那他去了以後 來我跟大家講 因為 大家因為很久沒看到阿扁了 所以就想說 他是不是故意來考試蔡英文 他私下講的東西已經 兩隻手算不出來 說幾百塊了 阿扁長統 國旗 立委會主委 小英長統 不分其立委 新政委副院長 都是我提拔的 因為說很多次 所以他把他再講一次以後 你要把他解讀說 他是不是在為這個 你要幫我特赦喔 你是我一手提拔來的 我覺得這個解讀 當然有人這樣想 可是我覺得如果他真的要的話 因為到現在為止 這個特赦阿扁的新聞 從週刊到這個 大家看到有上報跟近週刊 都在講的言之作作 可是總統方面一直都沒有承認 也沒有否認 那大家就看不懂 所以我就說 蔡總統真的可以做這個事 只是做完之後 還有四個案子未審 根本無法處理 那這樣做一半有什麼意思 好 所以呢 你就要知道 陳水扁前總統 他在這個 陳明文的壽宴上面 特別提到了蔡英文 系數過往 這個蔡英文總統的八年 為什麼能當總統 因為先前兩千年 就是我提拔他的 把這個故事講出來 是不是再跟蔡總統 做什麼心電感應 旁人就不得而知 好 那現在的問題就在於 剩下五天四天的時間 五天六天的時間 五二零 如果小英總統要特赦阿扁 就像韋翰說的 就已經定業的四個案子 我特赦你 還沒定業的 我不經手 我也手不伸進去 阿扁他也講了 政治的事 政治解決 他不要做半套的特色 所以我就講 因為大家都講說 很久沒看到阿扁了 講這個蔡英文是不是故意的 他常講 畫這個綠巨人浩克 是不是說我要爆發了 他也常用 綠巨人浩克 阿扁娃娃 另外還有個青蛙 他每次用的民意圖 就這三個 我不知道誰幫他做了 他就常用再貼這三個 然後他寫的這個其實是歌詞 翁立友的堅持 有人出事就好命 我們是用命 對打拚 他講的是堅持的歌詞 然後你沒有講說 他在講台灣是大陸不用管 所以你說看了這個以後 代表他的心情沒有 到目前為止 真正媒體問過他 我也問過他 他就只有四個字 毫無所惜 他根本不知道 他也不知道為什麼總統府 這個回答是那樣 所以到現在為止 說實在的 我真的 有時候我會講說 我覺得這題會怎麼樣 誰可能當選 我每次都講的對不對 都有個方向 這題真的很抱歉 我真的沒有辦法分辨 或者是判斷 一定會或一定不會 因為看起來 蔡總統可以這麼做 可是做了以後 其實沒有什麼好處 那大家就來看 總統如果這麼做會怎麼樣 唯一的一個好處 但是其實也是 V級的壞處 就是賴清德總統當選 以後就不用被問這一題了 因為燙守山域 從以前 記得嗎 2016年 蔡英文當選 他贏了朱立倫 到他上任520中間 也隔了4個月 當時有一個人叫陳菊 蔡英文總統的季 一天到晚講說 我們希望總統能夠特色 撐隨便 陳菊就叫馬英九特色 我就說他要把燙守山域 丟給馬英九 那你現在講說 這個燙守山域 等賴清德上來之後 也是變成賴總統的燙守山域 他這麼做的唯一好處 就是幫賴清德 處理這個事情 以後就沒有再 就不用再問賴清德了 但是要做 今年的1月選完 2月3月就可以做了 你拖到最後一個禮拜 再做的話就會發生 我剛剛講的狀況 整個新聞的走向 就是大家去追阿扁 大家就會去看阿扁 今天做什麼 明天做什麼 所以反而賴清德 他的那個總統就職的新聞會失焦 他不樂見這個事情了 所以我才講說 剩一禮拜現在要做 我感覺怪怪的 但不管怎麼樣 剛剛跟大家講 民意的支持度並不高 48%的民眾覺得 不可以特色吧 那只有22%認為可以 這是TPS民調了 來 再來 藍綠 齊端的兩個 一個是獨派的大佬 獨派的學者 專家 林佐水 他說 等一下 我們民進黨聰明 阿扁還會這樣 如果不是他這樣 2008年我們會輸那麼慘嗎 為什麼要特色他 所以林佐水 他是反對的 再來是國民黨簽主席 洪秀柱 你等等 這是政治案還是貪污案 這是貪污案 所謂的不是政治犯 貪污犯就要去關 怎麼可以用政治來處理 所以洪秀柱主席 跟林佐水 都反對的狀況之下的時候 其實阿扁也沒在管你啦 他就繼續組織他的廣播 然後呢 繼續做時事評論員 政治分析家 注意啊 韓國瑜現在立法院已經旺起來了 所以他說韓流在起 2018年 韓國瑜一掃下去以後 民進黨縣長是不是輸了慘慘 那接下來 俊強哥下一次選舉 你是選總統 2026選 對 選縣市長 九合一 他說你注意喔 韓國瑜現在已經韓流在起了 所以當他刮起來的時候 他在告託陳廷飛 那看起來 因為他現在基本上 陳廷飛要選台南市長 你不要叫他台南都是他 因為他也是台南的 阿扁的前總統 我們不一定贏喔 韓國瑜 韓國瑜來的時候 他現在已經嫌疑翻身喔 所以他繼續做他的政治評論 特赦這一題再過幾天 到底會不會就有答案 巧欣怎麼會這麼巧 阿扁說我都沒有任何的 來自府方的訊息 一無所惜 可是怎麼會在這個上面 拿起麥克風 開始去告訴大家 提醒大家 蔡英文至於我 我是如何對她的知慾之恩呢 其實對阿扁來說 你今天要特赦我 就全部特赦掉 你不要還有有所保留嘛 因為我們現在看到 所有的訊息顯示出來的 都是就算要特赦阿扁 比如說什麼不法所得要追回啊 等等這些 其實還是對陳水扁的一個羞辱嘛 那我們要將心比心 雖然我們都知道陳水扁貪污 可是從他的角度來說 他什麼事情都沒有做錯 而且他現在已經保外就醫了 其實他的生活過得不多才多姿嗎 坦白說啦 他跟一個沒有被判刑的人 感覺一樣 上上主播啊 畫畫在上上主持啊畫畫圖啊 還繼續有影響力 你看他那個微微笑廣播在幹嘛 在專訪陳亭飛耶 人家台南市長是要準備初選的 這是不是就代表說他要有特定的支持對象 他還在發揮他的政治影響力啊 之前監獄講說什麼四步五步 根本人家沒有放在眼裡 而且就算他超過了也不會怎樣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說 我現在過得也不錯啊 如果你今天要特色我 就全部給我特色 不要跟我講那麼多條件 不然呢 我呢 以後還是會跟你們繼續算帳 所以我覺得 阿扁這件事情呢 他到底會不會被特色 我覺得蔡英文只是要賺一個名聲 就是說 我想要賣面子給你 可是剩下幾天啦 來得及嗎 來不及的話 那特色是誰要決定 賴清德要決定 所以他是把燙手山芋丟給賴清德 所以在這整局裡面 我覺得最不爽的是賴清德準總統 因為你丟出一個風向球說 我要準備特色成水扁了 然後結果呢 你就下台了 所有最後要不要特色成水扁 全部都拿捏在賴清德的手上 所以最痛苦的顯然是賴準總統 竟然又被框了一次 所以不是蔡英文反而是 提早丟了這個衛爆彈啊 這就是一個風向球 丟出來看社會的議論嘛 那現在當然有媒體 就忍不住去做啦 48比22 對不對 48人都反對都進半了嘛 所以這個風向就可以看到 那蔡英文通通不講話 陳水扁從他保外交易以後 就一直希望能夠被那個特色 他那時候自己主持的節目 寫了文章叫勇哥物語 大家知道勇哥是他養了一條狗嘛 那後來勇哥就跟勇弟 又有一隻狗的弟弟就對話 對話以後他一直要求 法務部長邱泰山你必須幫我 去跟蔡英文講我要特色啊 特色才能出狗你知道嗎 邱泰山不理他 然後阿扁就一路羞辱他 後來就再編一隻狗叫做勇山 一二三的山 就是邱泰山就是一條狗 又來羞辱你邱泰山也不理他 有人去問邱泰山 邱泰山說我不要聽阿扁講幹話 那時候當法務部長就這樣回答了 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那個過程喔 你就知道這次的選舉 很微妙啊 我們上課現任的當過總統的人支持上課後選的人 柯文哲怎麼去挺阿扁 柯文哲去看阿扁 然後說馬英九把陳水扁關起來 是在羞辱台灣人 然後哽咽嚎嚎大哭 大家記得賴幕嗎 那老實講賴清德會認為說你阿扁又沒挺我啊 我那時候在當台南市長我是發動連署 縣市長大連署給馬英九 要求馬英九特色陳水扁 我有做動作 那現在阿扁又沒有挺我 他去挺柯文哲啊 所以賴清德來講是一個問題啊 那蔡英文呢 蔡英文從阿扁 當總統 他當總統以來他跟阿扁的關係就是 敬鬼神而言之 他不要動 那當然現在有媒體把他放出這個消息來 放出這個消息來的阿扁 阿扁你說怎麼設呢 那這個案子既然是這麼清楚的話 阿扁有什麼可以設的呢 何況他目前為止他不認罪 阿扁這兩天有人問到他說 這本來就政治問題要政治解決 不是啊 貪污怎麼會是 這是一個貪污案 而且全世界皆知啊 台灣很少 能夠讓全世界每家媒體爭相報導 首姓台灣出了一個貪污總統 大家拼命報導 對不對 對 成為馬可思第二啊 阿扁每天在那邊編故事 然後他希望用這個去說服說 我對蔡英文都好 我過去對他怎麼提拔他 這種案子 你再怎麼提拔也沒用 一個貪污啊 蔡英文如果特赦的話 那他就是特赦一個貪污總統 然後到處這個招牌就跟著他跑 對他來講他也是很難看的 蔡威你怎麼看 我覺得特赦不只是台灣司法的一個最大笑話 而且根本就是一個假議題嘛 否則這個總統蔡英文他不會在520之前 這麼巧妙的時間點來提出來 他早提晚提什麼時候不能提 就這個時間點提出來呢 不只是在側風向而已 其實說實話 又不是今天這兩天這個新聞 我都以為陳隨便早就已經被特赦了耶 他現在跟特赦有什麼兩樣嗎 完全沒有兩樣嘛 而且回到務實面啦 其實蔡英文即便他願意擔起這個政治責任 不要忘記喔 特赦是有前提的 他還是要符合一些法規程序 包含你要定業嘛 包含你要道歉嘛 包含你要還錢嘛 問題是為什麼會是假議題 陳隨便這些都不認罪啊 他覺得他自己沒罪 他怎麼會去返還不當得利 他怎麼會去道歉呢 那何來特赦呢 所以我覺得這真的是第一 非常非常可笑的 第二呢回過頭來說 最可笑的是陳隨便 他一直以來說 我自己很低調 非常的低調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感受到他的低調 一邊阻擋 然後一邊主持節目 最好笑的是 我想大家可能都沒有發現 你知道嗎 法務部說他不能受訪 他怎麼受訪嗎 他用臉書受訪啊 所以現在所有的記者圈都知道 要去訪陳隨便怎麼訪 你去他的勇哥物語底下問 請問阿扁總統 這個議題你怎麼看 他真的會回喔 有求必應喔 真的是有求不應 而且還回得比現在要去賭麥 還更快一點 因為網路嘛 所以非常非常快 你說這樣的一個低調的 這個前總統有在低調嗎 他的影響力 甚至可能都比之前是 都比現在很多民進黨的人 影響力還要更大 所以不管是從數據來看 很多的國人不能接受 是完全沒有共識的事情 其實連民進黨裡面的人 我想他們都很怕陳隨便被特色 如果真的有這一天的話 他們是真的非常的怕 因為他們很怕陳隨便 如果真的以後沒有這些限制的話呢 這個民進黨還會被玩到什麼程度 他們連想都不敢想啊 再來我們關注的是警記 520最後倒數怎麼了 警記連環爆啊 前台中市行大大隊長林明左 詐騙門神案就換 居然警記案接二連三 去從職棒遷堵的機房 居然會撞見自己的小隊長 都爆發在台中 台中怎麼了 台中市警局局長李文章 他自行處分 連同一頭拉股的處分名單 16 17 18 20個都在裡面 你知道什麼叫做黑白共生嗎 警察辦案辦到被黑幫的副盟主 真的沒有最誇張 只有更誇張啦 最近可能是因為警戒高層 到底會不會人事異動 所以警戒的一些警記案件 就幾乎像連環爆一樣的掀開來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台中市政府的警察局的 這個局長李文章 他向這個市長 還有警政署自行處分 為什麼他要自行處分呢 就是因為台中市最近的警記案件 接連出包 所以呢 包括他自己自行處分在內 他的底下的下屬 各個分局的這個從分局長 上從三線一星下到這個一毛三 就是一線三星 全部都有寄過申戒 調走了等等 罰關的不等的處分 所以大家一定好奇 哇 這一次處分21個人 你要知道 八八會管的那麼大的案子 馬上26個人被處分而已 到底台中發生什麼事不是就林明佐嗎 才沒有 這一投落的處分名單 好多個案包裹辦理啊 除了台中市前 是個市行大的隊長林明佐 變成無間道博弈集團的內鬼之外 最近又發現說台中市警察局他們的這個分局 在抄一個職棒簽讀案 一年他的獲利就高達兩億三千多萬元 結果他去衝那個簽讀案的這個地方的時候 竟然發現有內鬼 那因為他們到了這個現場之後呢 他們本來要攻堅 那發現說 攻堅之前現場有一個這個帶隊的小隊長 就發現說裡面有一個這個林信奔隊長很眼熟 那不是我們自己人嗎 他竟然在博弈集團的機房裡面 一則以喜一則以憂 喜的是後立家仔 消息沒有走漏 這個人內鬼如果他是門神真正落差 他沒有掌握到情資 憂的是 這個是刑事小隊長 你怎麼會跟詐騙手腦在機房裡面 在一個地方私混呢 你剛剛講的是 幸好這個他們事前要搜索這些所有的資料 行動沒有被這個風聲洩漏出去 否則你根本沒有辦法抓到這些主嫌 結果他還是等到了那個林小隊長 他在那邊待了現場一個多小時後才離開 等他離開之後 那你這不是等於是重磅自己人嗎 然後等他離開之後你才去攻堅 索性攻堅了之後 抓到了這個查購的電腦手機 還有很多的這個現金也抓到了這個主嫌 後來那我就問 這個嫌不該你不是來這裡辦案 你不是來這裡查情資 你來這個地方 跟他們進行什麼樣的一個不當的勾結 你來這幹嘛你怎麼會出現 他那天第一是上班時間 第二他說他承認認識這個博弈集團的主嫌 他跟他是朋友 然後第三他說他去那邊玩狗逗弄狗 玩狗可以玩一個半小時 而且你要知道附近居民說那邊的這個巷子是死巷 一般外面的很少進來 所以他竟然熟門熟入那個死巷子 然後在那邊玩狗那當然是他的理由 後來警方大要掉這個裡面的賭場 還有博弈集團裡面的內部的監視器畫面 詭異的是畫面被消失 竟然找不到 你在裡面待那麼久 竟然那個畫面沒有錄到那個小隊長 在裡面的整個過程 只有看到那個附近的那個天羅地網監視器 他騎摩托車離開 這是自動車的身影 自動車的背影 所以我就問 這個莫名其妙消失的錄影帶的畫面 錄影機的畫面 是不是護航呢 是不是有人刻意把它消辭了呢 所以這不是沒有可能 而且他們還說 因為分局還解釋說 因為沒有存檔 你在那個重要的機榜 重要的 甚至在賭場裡面 你怎麼會沒有那些東西 你怎麼會沒有呢 警方要收手要抓的話 真的會很難提出來嗎 但不管怎麼樣 這個事情 叭抗之後呢 不管他提出這樣的一個理由 還是喜人宜鬥 也都被處分了 那你以為只有這個一個 這個物封分局的這個小隊長 出現這樣的狀況嗎 還有一個 這個在台中啊 2022年有一個這個偵察隊的小隊長 他這個狀況是偵辦的小隊長呢 他扶爆了刑事偵辦的 這個刑辦費裡面的參費 扶爆了2000到3000塊左右 後來呢 也被發現說 這個扶爆刑辦費的小隊長 他竟然跟我剛剛講的那個 林姓小隊長 在賭場和博弈集團 那個機房那邊後來離開 他們兩個人熟識往來密切 所以這兩個案子 這個扶爆刑辦費 誤參費的小隊長 跟另外一個在博弈集團 機房待了一個半小時玩狗的小隊長 兩個人是不是有什麼往來 不得而知 當然還要抽絲剝繭去調查清楚啦 你以為各自獨立的警惕問題 結果後面可能刮起來 整把刀刮 這個真的挖下去 搞不好是更大的案子喔 好 我們常常講到說 警察有時候為了問情資 他必須那種黑白猶疑 到時候放長線你才可以 釣大魚破大案 怕就怕在 跟魔鬼的交易 最後會不會讓魔鬼給買了呢 對你剛聽到的都是很多像 刑事偵查的小隊長 分隊長都有跟這個 黑道之間或者是 比較那種違背作仔的集團 有一些這個關聯一樣 我要跟大家說的是 22年前其實有一個全台灣 當時號稱最年輕的這個槍擊藥犯 他的綽號叫番薯仔 吳俊青 你要知道當時這個吳俊青 他擁有強大的火力 包括這個 那時候的M4突擊步槍 他都有 他最習慣的作風 就是去拿著 拿著他的突擊步槍去掃射 行動軍火庫 包括他幹掉了這個 台南的一個地方角頭 林明勇 然後呢 在那邊就聲明大噪 南北縱冠線 他跑路的時候 或者是 出去的時候都很張揚 那為什麼後來警方 始終抓不到他呢 結果才發現原來啊 韓吉亞吳俊青 他認識一個 他裡面的一個 他有一個軍師 他這個軍師就是來自警戒 他認識了一個朋友 然後吸收他 變成呢 當他的這個軍師 一路非常了解說 警方的整個偵辦動作啊 還有怎樣的一個 怎麼布線啊 所以每次警方 總要到現場 要去抓這個吳俊青的時候 他都可以躲過警方的追忌 永遠抓不到 這個警察叫做 華明錫 這個華明錫呢 他是一個離職警察 我就問不管你離職 不管你現任 現任更不可以 離職也不可以 為什麼干於被他吸收 當他的軍師 一路幫他護航 躲開警方的查契呢 那當然要知道說 華明錫他年輕的時候 從警 然後呢 結果沒想到 因為迷上賭博 然後又吸毒 變成一個毒蟲 後來離開警戒之後呢 吳俊青乾脆 這個犯罪集團 就把他吸收 當他們這個集團的 這個軍師 一直到2003年的時候呢 雲林警方才意外 接獲了這個民眾 這個舉報 說吳俊青出現在哪裡 當時其實民眾舉報 也是因為說 他懷疑他的太太 好像有楊小王 這個有婚外勤 所以在過年期間 好像這個劇毒 所以就舉報了 那警方就根據線報 到了這個現場 他也沒想到 會碰到了吳俊青 跟這個華明錫一伙人 結果沒有想到呢 一到現場 吳俊青看到警方來 他們乾脆兩敗就撥火 跟警方爆發槍戰 那在槍戰的過程當中 他裡面有一個 陳信彤我中彈了 那吳俊青 喊吉亞跟這個華明錫 兩邊就趁亂 給這個逃跑去了 吳俊青的作風 你要知道 他習慣登門 然後作案都會留下血手印 然後呢 當時引起台灣社會政商民流 紛紛人心惶惶啊 可是呢 那時候抓不到他 警方乾脆成立一個專案小組 這個專案小組 組成了將近四個多月啊 抽屍波前 每天在調查吳俊青的這個行蹤 然後呢 後來是先抓到 從警執離職之後 轉任他的軍師的這個華明錫 發現他在這個 這個彰化出現 在彰化出現之後呢 就逮到了這個華明錫 之後再從華明錫 和其他的這個口供當中 了解吳俊青又藏匿在台中 所以今天吳俊青難抓 就是因為華明錫 一直告訴他怎麼躲怎麼躲 所以我先抓到了華明錫之後 要抓吳俊青就容易了 抓到了華明錫之後 你再去逮這個吳俊青 就知道說 哇原來啊 有警察的這個同伙 自己人出來的人 變成無間道的 另外一個黑白是一條線 告訴了這個吳俊青 才知道說 這個他狡兔有三枯 這麼狡猾 否則啦 警察你看要辦案破案 還不知道等到猴年馬月 2024台灣車談很精彩 車談的霸主果然名不虛傳 何泰車好猛啊 他第一季就賺了一個股本 挑戰2023全年大賺四個股本的 歷史紀錄 可能有機會喔 但底氣何在呢 來看何泰車一個動作 就透露了神車轉骨大計畫 你就看他進場出場 刀起刀落多麼的快很準 但是也不能就這麼高枕無憂 我們就帶您看到 更多的日系車款 從50萬到上百萬級距 要全面清潮而出 全面搶試 誰能笑到最後 俊然哥大家講說電動車 現在是一片那種血海市場 但坦白講 紅有兩種 一種是血的顏色 另外一種是紅粒粒 大發財的顏色 是 你看到今天TOYOTA這一台 我們講和泰汽車 紅通通的車你就知道 業績真的跟這個顏色一樣 非常不錯 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今年光是Q1 他的純益就高達58.85億 而且年增率高達兩位數 16.23 EPS高位的驚喜人 10.56 來 這個數字叫什麼意思 創同期新高 代表人家有沒有坐電動車 有沒有坐油電火輪車 有 但照樣賺大錢 但理由是什麼 我們從看到他細部數字 你就瞭解了 光是豐田呢 去年營業就高達台幣多少 1.04兆 而且來 這個是最重要的重點 利率率11.9 你說宇軒這什麼大不了 他是現在唯一做 包括油電火輪車 包括電動車 包括車室 獲利可以到達雙位數的 你看特斯拉是8.2 以前大家講說特斯拉毛利這種存力 還有到了15% 就現在越來越慘 而福斯只有7% 所以緊接著豐田他幹嘛 加碼擴大投資賺錢 我就繼續做 把所謂的資金高達3500億 通通投在哪裡 投在EV 投在AI 而且再來他有一個最堅強的靠山夥伴 叫做比亞迪 未來油電混合車 將會看到他們兩個 形影不離的共同登場 好 我們現在看到了 豐田一直都是油電混合的 制霸四方的霸主 但是電動車也是風風火火的 豐田可以也沒打算放掉 這一塊嘴邊的肥肉 他怎麼做呢 當然沒有錯 因為大家講到電動車 我們先講豐田他都是依照原本自己 非常堅持的基礎之上 比如說在國外這種七人做的賣的好是什麼 Highlander 他就說好 那我們把Highlander電動化 所以他們就在講說未來呢 即將推出一個叫做RAV4放大版 因為這個RAV4台灣人比較知道 放大版什麼意思 叫做BEZ LARGE 看名字就知道 很大 很大一台LARGE 他來搶救他的電動車市場 而且不只是說雨萱 只吹大就沒有啦 小孩也有大餐 小餐 為什麼明年還要推出BEZ 2X 因為大家知道BEZ 4X 但4X其實賣的沒有很好 他現在沒關係 好 我們推出一個小台的 看起來是不是蠻可愛的 那種小型車 2X他說 而且呢 未來他會什麼 國產化 也就是在地生產 很有機會 一百萬一台有招 所以你看喔 如果是百萬級距的這樣的車款 直接對接過去殺到誰 那不是Luxian的M7嗎 號稱國內最便宜的國產電動車 這下是不是也要精神緊繃了嗎 回頭你來講 如果我一季可以賺超過一個股本 那麼四季我就四個股本 我就渴望挑戰2023的新高喔 底氣在哪裡 因為他夠狠啊 對 沒有錯 因為各位 現在我們講 原本Toyota最有名的一台車 叫做Wish 但Wish因為大家都知道 已經停產很久了嘛 停產之後緊接而來的是誰 就是這個Sieta Sieta坦白講 八年為什麼他現在傳出說七月就要停產 蛤 你要來取代Wish取代不成 你現在要停產啦 對 居然跟你講到重點 因為賣的不好 因為他本身Wish跟他的產品定位 還是有些許的差異 所以Sieta很顯然你看喔 當他發現說這個產品行不通 他當斬則斬 直接說我們這個產線不斬不殘了 而且各位 結果馬上另外一個對手這時候跳出來了 為什麼 原本整個中型車的市場是你自罷 沒有錯吧 那你空出來的時候 我當然踩進來 HONDA就跳進來了 HONDA跳進來說說 我們要推出第三代的HONDA FREE 而且你看喔 一樣也是所謂的油電混合 1.5公升的HEV 然後呢 價格各位 最可怕的在這邊 當地售價啦 來台灣要再貴一點 52萬起 非常有競爭力嘛 沒有競爭力耶 對 因為以前Wish要 Sieta要 它就是重點是你要便宜 它都是商用車那種 小黃司機最愛開的嘛 他現在跟你講說 好 你不要是不是 我馬上跳進來 即便來到台灣之後加了關稅 但還是很有競爭力 HONDA還有一款給大家看稍微大一點的Odyssey 這個在路上我們之前看到是燃油車 現在它的油電板也要賣進來了嗎 對 沒有錯 而且這個特別在哪裡 因為以前只有HONDA出口外銷到別的國家的份 很少會說有別的國家生產的 也就是它比如說它在中國的基地 生產出來的車款 竟然逆輸入回到日本 所以代表一件事情 就像個什麼事情 這台車沒到就好 所以才會說 好 這個市場行得通 那我們乾脆賣回來日本國內 所以他們講這個Odyssey 相關的已經從中國逆輸入 而且各位它是什麼 單一油電 再來它的售價一樣 如同我們剛剛講到的BD2X 如果我們講到的Luxian N7 也是只要100萬出頭有找 這兩年我們看到因為NG賣得風風火火的中華車 它當然藏到了甜頭 一定會加大力道 用同樣的渠道引進更多的家族 熱門款都要賣進來 2024可以期待什麼樣的霹靂火 因為NG我坦白講 我現在都已經看到有點密集恐懼症 那我們開在路上NG 到處都是NG 而且是一瞬間 所以顯然中華汽車在NG這一塊已經拔得頭籌了 所以它接下來要做什麼 趁趁追擊 它要引進另外一台Maxus G50 你說這個50跟NG有什麼關係 有 它們有一個共通點 原本都是英國廠牌 最後被誰收購 被中國收購 上氣啊 對 它都是上氣大通 所以它等於說它可以扣到 但是它的質感 質量又像什麼 來自國外的英國車 所以他說我們接下來很有可能來 各位這個價格 你看到我都想買了44.2萬元起 就是這一台Maxus G50 來各位你看 所以你說未來中華汽車會不會往這個發展 持續的改變台灣汽車市場的生態 我覺得非常有這個可能性 所以今天我們一開始講到了豐田 它是一方之霸 它是油電混合無緣超越的 可是現在騎鋒敵手 Honda它的油電車不比Toyota的差喔 當然沒有說因為大家一般想說Toyota Toyota跟Honda 本來就是怎麼講 餘量之爭 因為兩個都是平價車款市場 但是最近大家比較容易看到說 Honda的這個業績 難道真的比Toyota差嗎 業績不敢講 但有一件事情真的挺不錯的 什麼事情它的平均油耗 因為經濟部最近才公佈才發現說 蛤真的假的 它的FIT這個HEV 竟然平均油耗 各位一公升喔 它可以開26.9公里 是三年居全台之冠 這麼省 你像我的車一公升 大概只開10公里而已 我看到我都覺得我到底是在開什麼 所以你看再來第二件事情 人家講換電池 我們是不是之前跟家講說 Tesla那換一個電池 甚至大陸的這種電動車換一個電池 什麼30萬40萬的 怪死人 換一個電池可以換整台車 但是他跟家講不用只要5萬塊 而且是大電池喔 還會大電池喔 他說比像Toyota的要多少錢 所以也便宜啦 但是要13萬 那Tesla多少錢 抱歉我們要再往上修 68萬 嚇死了 所以你看你看這個集訊 你就知道為什麼它非常有競爭力 現在在馬來西亞 也在開賣第六代的這個CRV 那CRV它是什麼 採用油電款 就是RS系統 預計呢未來也會引進到台灣 大概也是在130萬出頭 所以很顯而易見 在130萬這個戰場 絕對會成為兵家 並爭之地殺的一片邪害 但你以為他只有這招嗎 沒有 本來看起來是有備而來 為什麼 他推出RV三劍客 我們剛才講的這個叫CRV 這個大哥最大台的 一台130萬 二哥出來囉 不是關羽喔 是誰 是RV RV就比CRV稍微再小一點點 但是他們講的車內的空間 是非常大 售價多少也比較便宜 64萬到92萬 而且未來確實很有機會 來到台灣 你說宇軒 小弟咧 能不能租小弟嗎 不是 小弟來了 HRV 所以CRV DRV HRV HRV是什麼 最小台 而且一樣也是油電版本 台灣的即將在明年輸入 你看喔 這個車型看起來也挺不錯的 所以他們在講 包括就連最近的泰國也在投產 未來要出什麼 全面的電動車叫做N1 跟N7有點像 售價也像 延宜啊 75萬就可以 很顯然 他面對整個Toyota 目前在四戰率的全面布局 HONDA也沒打算要認出 要用三件客 力拚殺出自己的血路 五七暴新聞的所有好朋友 你們給了我百萬的訂閱 真的無限感激 我要跟大家登天看 再一次謝謝你們大家 同時請介紹更多好朋友 來支持五七暴新聞 俊相 還有優秀的五七暴新聞團隊 會繼續為大家每一天 挖真相 請示範 我每一天 未來也是 有個鞋子